前几天 河北省苍州市县县县王大道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称 县县乐寿镇水乐园附近已天然水坑内有一名男性坠入冰窟 情况十分危急 陆水人员急需救援 县王大道消防救援站迅速出动两部消防车及12名消防救援人员赶往现场进行救助 到达现场后 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整理救援器材 由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援单杠梯采取匍匐的方式接近被困人员 到达被困人员位置后 消防救援人员将单杠梯的一头给被困人员 待被困人员抓住梯子时 立即通知爱上救援人员拉回救援绳索 经过近十分钟的紧张救助 被困人员成功救出 索性的是被困人员无生命危险 经过后续了解得知 该男子在冰面钓鱼时 冰面突然破裂 坠入冰窟